背著竹樓搖搖望向對岸 廬山溫泉區居民賴先生心急如焚 要趕緊將奶粉送往災區 因為出生六個月大的兒子 只願意喝單一品牌奶粉 加上路要通不知道要等到何時 賴先生七號徒不把奶粉送回家 他說沒有路也是要繞過去 一定要奶粉一定要送到 這邊本來要過去 他們說不方便叫他繞荷山過去 平常五分鐘的路程 可是賴先生花了將近兩個小時 奶粉危機暫時解除 事隔一天妻兒也在搜救隊協助下脫困 家人終於團圓 看到妻兒平安無事 賴先生心中大時也終於可以放下 好不容易安頓好寶寶還有妻子 賴先生卻打算回到災區 因為還有一個孩子留在對岸 他也打算協助其他受困災民脫困 小孩子沒有奶粉吃 所以很著急 又怕說到時候有沒有 到時候出不來的話 沒有東西可以吃 裡面也需要幫忙 你過這樣一個父親節感覺怎麼樣 很爽 很爽喔 怎麼說啊 怎麼說啊 家鄉受災妻兒也一度受困 好在大家都平安無事 歷經這些風風雨雨 一家人感情更加緊密 父親節這天也讓人看到父愛有多偉大 靜新聞黃岐陽秋萍 謝宏毅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晚安 十五年 百分之一 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